現在呢就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叫做Active Prevention 這項軟體的話其實原本的主要是做數位教材用 但是它一樣可以做剪接 也可以做圖層的一個複別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您在老師的資料夾裡面呢 應該是在免費軟體1裡面 在這個免費軟體1裡面 您可以看到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用安裝的 一個是不用安裝的 隨便你要買一個版的 安裝的大家都會 因為這個是中文版 所以你只要下一步下資料 每分鐘的你打開之後呢 找到這個圖 直接執行就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先給老師先打開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該怎麼用 各位老師你把軟體打開之後 就像這樣有綠色的畫面 你可以選擇 原則上它在 就是我們所謂的 個人使用非商業使用 就是免費的 就是免費的 所以您在這邊可以選擇 到底要新錄製還是 新的專案 如果您的影片 假設還沒有拍的話 你可以用它來拍 不過它的原則上它要拍的主要是桌面 主要是桌面 那如果老師你用這個手機或數位相機拍的 還是地力拍的 就要先經過我們剛剛核式工廠轉檔的動作 把它轉換一下 這樣這邊才可以用 好才可以用 所以我現在呢 我來錄一段喔 像我們在這邊 我先開一個新的專案好了 還有一個新的專案 那如果老師你是完全空白 事實上它跟我們的那個 拋空冷將 就是一個slide這樣做而已 好我這邊 這裡 錄影的方法 事實上我還有給老師另外一個 還有給另外一個 那不管你是老師用DV的 還是用Webcam的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喔 我們先把 假設我今天已經錄好一段影片了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匯進來做剪輯 我先講這個怎麼 匯進來做剪輯的部分 你來看喔 我們開一個新的 那他要問你囉 你是要錄製的還是用空白 我們現在全都用空白了 好不好 好 您可以從這邊先選擇 第一個 你的專案的標題 還有待會要儲存的 這個位置在哪裡 預測都在我的文件夾 好 預測都在我的文件夾 所以你要在這邊 也可以在別的地方 都沒有關係 那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是 好 再來很重要的 因為影片有尺寸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選擇一個 一般來講 標準的 如果你要做DVD的 就是720-80 我們用的是美國 然後台灣用的是美國 就是720-80 如果剛剛 誒 剛好順便他有解釋 有沒有 HD Full HD 看到了齁 我們不是跟各位老師 介紹那個YouTuber 那個 數字的意思嗎 有沒有發現是那個高度 嗯 所以如果老師您 要做的是比較大的 就是從這邊 我原則上 我們就先選 720-80 這樣老師在用應該比較容易 用齁 所以你來這邊選好了之後 你可以先選擇 我要的幾張 我們先不用齁 就先讓OK就好了 這樣他就先把你建置好了 有沒有都空白了 對不對 沒有關係齁 你先到這邊 等一下我們再一起來繼續 好 我們現在動性啊 這個呢 我們先來看 各位老師這個 我做簡報 是不是要先 有什麼 要先有畢業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上面 你看喔 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 插入空白換風片 那這邊就是我們 簡報的投影片 你把它按一個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的 好的 你的尺寸就是這麼大 那 如果說你有需要放大縮小 像我現在螢幕比較小一點點 我可以從上面這邊 縮小 縮小 有沒有小一點點 這樣看到了齁 好 在他的下面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時間軸 時間軸 就是要跟你做簡介用的 好 右手邊就是我們 像握的那個 簡報裡面 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 好 所以如果老師有多個影片要接在一起 就是第二張後 裡面第三張後 影片 我們現在馬上來試一下齁 好 那有了一張空白的 是不是要把影片叫進來 從哪裡插入影片呢 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插入影片 在這邊齁 從這邊把它 叫進來 比如我剛剛有下載的 應該是在這邊 好 在這裡有沒有 還有四大名鼓 那個是我上課教學用的齁 五月天的也可以啦 假設用這個 抓 是不是就進來了 可是為什麼影片比較小 因為我當初抓的影片不是710 480的 如果你的影片抓 我剛剛是剛剛 比較狠一點的 裝 1080的 他進來 你就要把影片 稍微縮小一下 好 像我這邊有一個 五月天的 五月天這個可能比較大 有沒有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看你是哪一個 假設我先用這個 那你就可以放到你 要的地方 放到你地方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白白的不好看 請問簡報有沒有用白白的 很少對不對 簡報很少 背景是空白的嘛 所以呢 您也可以從右手邊來看一下 我們的簡報 這個 你不要點到它齁 不要點到影片 點到的是影片的那個 我現在沒有點到的話 是這裡 有看到背景的顏色嗎 看到了嗎 我現在沒有點到影片 所以就是等於這張投影片 我的背景顏色 我可以來這邊改變一下 看你要右手 一般來講影片應該是 比較適合用黑色的 比較適合用 如果這個影片 想要放大一點 可以再把它拉大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你看 我們下面的時間總 這段影片大概幾秒鐘 大概四分多鐘 你們都進來了 所以 你就可以準備來做剪接 怎麼剪接 很簡單 我把右手邊 稍微再縮進來一點 老師這樣會比較好看 現在你看 時間軸 點一下 我在上面這裡 在這個 有沒有這個時間 點一下 看到我們現在 這個是我們現在播放的位置 如果說你 假設這一段 我 假設中間這一段我不要的話 從中間這裡我不要的話 我們就來這裡 你按左右 有沒有一個綠色 一個紅色 放大一點 一個綠色 一個紅色 你把紅色的拉出來 有沒有放 抓到一個上尾出來的 所以假設中間這段不要的話 上面有沒有那個叉叉 很簡單齁 這樣就沒了 可是等一下我播的時候會跳針 因為這是音樂嘛 對 可是如果你拍的是影片 反正那段拍 不小心拍錯的 多拍的就把它拿掉就好了 很簡單 所以我先講到這裡 讓老師稍微試看看 你看 第一個 插入空白頭影片 換噴片 加一張進來之後 把你的影片交進來 好 那你就可以從下面的時間走 找到 預測的時間走 在最旁邊 所以你在中間上面齒龜 點一下 它就會跑出來了 我把它們還給你 好 我們剛剛再看一下 老師有些呢 您抓的是品質比較大的 所以一進來就怎麼樣 好大一個 你完全看不到你的頭部片 有沒有 這個時候我建議各位 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按縮小 或者你直接選這個 實際尺寸 你把它按縮小一點 這樣 你稍微拉開 有沒有看到你的背景的 當你縮小 你就會看到它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從這邊先縮小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點 再來放大一點 是不是就比較好找 第二個 因為 老師的電腦好像自行的 變得比較大一點 所以 你如果要設那個 叫做 背景顏色的話 先不要點到 從這邊 要可能 你旁邊這邊才會拉開一點 才會看得到 那個完整的字 好 完整的字 另外一個呢 如果老師的影片很長的 因為我剛剛這個是一首歌 所以大概四五分鐘就結束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可能是自己拍的影片 可能十分鐘 二十分鐘 那怎麼辦 您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縮放的是什麼 這個是直接縮放 這個可釋放 那時間軸要縮放的 找哪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有放大鏡 所以找這個地方 假設我的時刻要短一點 有沒有短一點 有沒有這樣我這個全部都看到了 那你也可以變長一點點 那最偷懶的方法是按中間 直接就怎麼樣 不是 最偷懶的是按右邊這個 直接一按 它不管你影片都會長 就會直接出現在可釋範圍裡面 這樣是最偷懶的方法 我把後面就還給您 所以您先了解它基本操作的時候 等一下你就可以把黃色牆 帶去它